吉安湘县管河川三支排水 中原排水里漏水排水专案会议 29号在花莲县议会召开 召集人黄兴邀吉东福中兴 农田水利会花莲县府建设处 还有吉安湘公所 并且针对吉安三大排水整治问题提出讨论 同时也要求县府能够优先纳入明年预算编列 以立地方基础建设来解除民怨 三支排水中原排水里漏排水专案会议 29号在花莲县议会三楼召开 召集人黄兴副议长潘岳霞 县议员德布斯一代 吕彦富吴东升 并且邀请了东福中心农亭水利会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简香公所 东山村长魏景天 道山村长邓归英 召集人黄兴卫老师 他担任简香当的时候 一直反映简香三大排水整治的问题 十多年来还是停留在原地 并没有解决 希望透过这次专案会来 初步达成第一间任的共识 三支排水的部分 原则上是要纳入经济部水利署 去做全部的管理 总共是四公里多 但是他由今的地方又经过我们 我们的永兴 我们的甘城 永兴 道乡 人和 东昌 等等我们经过我们的村里面 其实人口居住还蛮密集的 能够县政府能够来共同治理跟管理 中原排水口的部分是地方一直期盼 吉安西的连结 一个断点 在防灾治理 防灾核传安全的部分 一直希望在那个阶点的部分 能够架构一个桥梁 在防汐的时候抢灾的部分 有所着墨 中央选来 在这个地方有所意见 他认为桥梁的部分 跟这个接点的部分 可能还有落差 宣政委会再持续做沟通 那预算经费的部分 我们也请今天非常谢谢各单位来 包括行政院东府处 派员来与行政院中央的单位 在这个期块 我们对桥梁应该可以来做建制部分 包括中原排水的部分 中原排水的部分 包括建政委陆陆续续 有在做 把预计下那一段 已经都做得很漂亮 但是在农耕产 农改厂那个部分 是一个突破点 那后续已经公告的部分 包括私人土地的部分 应该可以顺利来做征收 让吉安西的部分 在中原排水这个部分 能够推完的更顺利 在这里我会读出宣政府 也会协助宣政府 希望在治理点的基础建设的部分 先把它建构好 然后美化环境各方面的部分 固然很好 但是基础点的部分 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乡亲好朋友 带来我们议会 黄欣在这个议演任内 有职责跟权力跟义务 来引导宣政府 催促他们 在今天黄欣表示 简单向有几个区域 只要遇到豪大雨或是台风 都会有淹水的情况发生 地方反应了十多年 还是没有进展 希望透过这次的会议 要求黄欣在府 要编列明年度的议算 来逐步解决地方的问题 记得喜欢黄欣在这里 我认为黄欣在这里 这里是黄欣在这里 一项的几个区域 是黄欣在这里